大家好,上一次我们主要是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table的检查点 这个检查点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 我们用的也不是说特别多 那么这次给大家主要是讲解一下ufd当中什么样 文本的输出值 文本的输出值 这个的话我觉得在工作当中用的还是比较多 当然了还是可以通过编程的方法直接获得 不过这里面我们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方法 还是比较方便的对不对 那么在讲这个的时候的话 可能就要讲一下其他的一个指示点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ufd当中如何做参数化 如何做参数化以及如何去取参数化的值 那么这地方我们还是以这个代码给大家做示例 那么还是把ufd打开 在上一次课当中我们这个脚本是这样子 大家看到没有登录成功以后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登录的用户名 如果你之前是要张参登 那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显示的张参 你之前是admin这个地方就是admin对不对 好我现在想把它输出到某一个变量里面去 这是怎么办 假如说把它取出来 右键大家看一下 插入输出值 然后的话选中这个web element点一下什么样 确定 好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需要把这个对象的inner text 它的一个属性值 把它改成 输出到一个变量里面 好大家看点这个修改按摩 然后的话呢 大家看输出类型 我这里面选了 有两种 一种是debtable 一种是environment 那我不管 我们选debtable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选一下 就是什么样 叫做username 大家看变化 把它放到当本地标里面 不要放到全局标 确定 好这个是大家看一下 当前不做前还是后 意义不大 不所谓 大家看一下 在我们的数据标里面 立刻就多了一个username 那么我们运行的时候 大家来看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在运行的时候 他会把这个数据admin放到这个里面来 好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 好不管它 好我们先去交本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把这个值存进来 点查看 全部展开 数据 大家看一下 你看 username 是不是他把登录的用户名输出来了 那既然这里面你可以输出来了 我就可以取他的数据 就可以使用了 比方说我这个地方 就可以从一些 这个数据操作的方法 比如debtable 或者其他的一些操作方法 把这个取出的用户名 拿出来使用 这里面需要注意的就是 在ufd当中 debtable的数据 如果是系统输出的 也就是ufd是自己输出的 他在这个地方都是临时显示 他不会一直显示的 所以你可以在运行过程里会发现这个数据在这边显示了一下 运行结束以后他又没有了 那真正想看到这个数据的变化在哪 就是在他的运行结果里面你去看一下他 看一下再查看一下 看一下运行结果 他里面这个数据这个地方 他才会有 才会长久的显示在这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 一般的话可能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清楚 大家了解一下这个 那么输出纸的话 一般我觉得用的时候还是比较多一些的 这个你可以使用这个图形化的操作 当然我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我可以使用编程的方法来实现 编程的方法来实现 比方说 我们还是定一个usernet 那我把上面这个删掉了 就不要了 好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 这句话我可以放在这 我还可以从编程的方法获得 那么编程的方法怎么获得呢 我们可以使用spy看一下 对象它能去探测一下 把这个界面打开 看看我还获得的那个元素 它的什么 对象信息 123456 然后呢 我又获得这个demi 对不对 那我们用spy来看一下 它是哪个对象 对应的哪个属性 点一下它 哎 点错了 这个点成前面的一个笑脸 是吧 smile什么 这个face去了 而且我们重新弄一下 这个就是在选择的时候 如果界面设计的不是很规范的话呢 就比较麻烦 说实话 嗯 对行 还是刚才会选择刚才那个 对吧 那其实也无所谓啊 其实也不合 我们可以使用什么 编程的方法 把它给搞定 那么我们来试验一下吧 我们来试一试 大家看一下啊 然后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alt text 后面的对应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空格吧 大家看到没有 那么我们可以用spread的函数 把它取出来 好 我们来试一下 那么我要把这个加到我们的对象库里面 才行 好 加进来了 接下来我们到对象库里面看一下 这个对象是什么样子的 对象库里面来看一下 这个对象是什么样子的 应该是这个吗 不像 加录到哪里来呢 好像是这个吧 应该是这个对不对 我们让它高亮显示一下 跑上去了是吧 无所谓啊 那应该是云网 然后呢是IE下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获取 假如说是username等于什么 应该是在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啊 username等于 browser.page 是不是 然后是云网 这个地方 点什么frame吗 对了 第二个 然后点什么web periment 然后是smile face.get ro 什么呀 什么属性来的 叫out text吧 好 取出来以后 我们把这个什么username 输出来看一下 我们运行一下 嗯 因为只想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把这个去的太多了 大概太多了也不行了 测试的时候最好保留一个应用程序启动 然后其实的话我觉得登陆进来以后它本身就有了 那这一段的话不应该是放在这儿了对吧 地方放错了应该是放在这个地方来判断 对吧 这个地方来判断 其实还可以再往前放一点啊 那你看取出来了admin展开搜索 那接下来我怎么办 我想或觉得这个地方的值还是可以的 这座成绩也可以了是吧 很神奇啊 好 那如果说我把这个地方值已经取出来了 我们再用另外一个函数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应该是username 然后的话呢 用speed函数 s吧 代于spit 然后是username 后面跟什么 跟空格 接下来呢 你message box 1 那这里面加个s 因为它用split的函数 切完了以后它是一个数字 2 表示最大可能性的 实际上可以存三个数的啊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 那第一个应该是显示 这个admin 第二个显示的是什么呀 展开搜索还是什么来着的 我们来看一下 内型不匹配 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地方我刚才加了一段代码 这地方我刚才加了一段代码 就是message box 把原来的数据打印出来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看看是什么的原因造成的啊 展开搜索 我把这个内容拷贝上来 前面还有一个空格的啊 所以说刚才定义的时候呢 定义它是两个数字元素是不行的啊 大家看到没有 第一个username 0s是空白的 实际上是一个空格 第二个s 测试的时候呢 可能需要注意一点的 就是说 你要分析清楚 我们背色对象 它大概是什么 数字显示 数据类型 那这里面是给大家 通过编程的方法 通过编程的方法 来实现我们这个用户数据的获取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什么 数据 用户面保存在这个里面了 后面就可以掉落它了 一个就是通过什么 插入文本输出纸的方法 一个是通过编程的方法 所以这两个呢 大家都会 那我个人建议大家掌握 第二种就是这种方法 如果编程的方法 来获得相关所所需要的数据 这个在测试过程当中 可能应用会更广一些 或者是更通用一些 更通用一些 那么这两个方法呢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掌握 如果说没有掌握的话 我多练一下 练习一下 OK 咱们这次就讲到这边